就是那個資料來源部分的話就是 它的預設如果說你想要來自哪裡這邊一樣會有一個跟那個什麼呢 跟那個spinner一樣 Entry 那所以你可以找到這個 這個是自訂的陣列把它選起來 可是它因為它沒有一個prong 它沒有標題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屬性 所以你把它選取這個地方 這個就OK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資料來源 一樣是可以有個rate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部分就不是用程式去撰寫的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用程式撰寫的方法 有兩種一種是 用create的什麼呢 from resource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create from resource 這個部分跟那個 跟spinner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也是一個給它一個view 那這個view的話你可以也是看要不要修改 如果要修改的話你可以把它call過來 那把前面的enjoy拿掉 本來應該是前面加一個enjoy 那enjoy是那一件的範本 那你也可以把它call過來做修改 好這個方法都一樣 那還有就是說事件 我剛講過了事件不一樣 事件一個是click一個是slate 然後一個是 getItemSlate slate的那一個 那這邊是 那個 從哪一個position 去取得 另外的話呢 你們再把它修改一樣 跟前面的範例 類似就是把這個再複製一下專案 那我把它再複製一個什麼呢 arrade 後面加一個底線arrade好了 然後 再把它修改成什麼 修改成正列取得資料 也就是說這個資料如果將來你是來自於外部的話 那可以再把它做一個修改 好那修改的方法跟前面是一樣 就是在上方 我們再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 再加上一個正列 那跟前一題一樣 這個正列 宣告一下就ok了 OK那把它打開一下 那就上方會有個 政列 這個 自行再打一個正列 那把這個地方再改一下 new一個那個把這邊 create from resource 改成 new array 這邊是一個 自竄的一個laster OK那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後續 我們還有幾個地方可以再做一些些變化 那麼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假設我們點選 就這個 這個畫面 宣告有沒有 方法2的部分 宣告正列 取得正列 資料來源 然後我想 大概 第一個laster view 1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把這個範例 再另存 再複製另外的版本 叫laster 2好了 2裡面 我們可以修改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點擊它的時候 它的背後這個有沒有 它的顏色 是預設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要 這個顏色 我要是紅色的呢 我要是綠色的呢 甚至我要來一個彩色 漸層色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去修改 那問題這個 這個點下去這個顏色怎麼去做修改 背景色的部分 另外還有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在這個地方 做 一個 查詢功能 其實這裡上面是可以做一個查詢功能 另外的話就是說 假設我的筆數現在只有4筆還OK 可是我現在如果比數 有100筆 那100筆 如果你停在第1筆 使用者必須拉到最後才是100 那如果你希望它剛好停在中間 就是Default 值的話 是在中間 比如說是第50筆的話 100到50 那你往上跟往下的距離 不就會剛好是一半 應該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說如果你比數很多的話 那如果你Default 值一定是停在第1筆 往下 捲到100 跟中間 往上 跟往下 所以如果你Default 值要停在這裡的話 D50筆的話 假設是D50筆的話 那怎麼做 基本上呢 我這邊有一個 完成的程式碼大概就是幾個屬性 這個是 我們如果要Default 值 我們那個背景的顏色要更改的話 就是從這邊去做更改 哪邊呢 這邊可以去更改什麼 List of View 的屬性 那這個List of View 的屬性 主要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搜尋的話 比如說你有那個 打個A 他會跳到A開頭 打個B 跳到B開頭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把那個屬性裡面有個叫什麼呢 Set Text 裡面也叫 Filter Able 預設只是False 他點下去他不會自己跳 但是如果你將來希望呢 你按個A 他會跳到A群組 按B 跳到B群組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屬性設為什麼 設為True 那這個寫法是在那個 在 設計的時候 在那個RUN的時候 才去改 啦 不過其實你當然可以到哪裡呢 到那個List of View 有沒有 Design的時候也可以更改 在Set Text Filter 你們可以找一下 Able 你把它改成True 另外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希望 背景的顏色 比如我們點下去原來是橘子色的 那你希望把它改紅色的話 非常的簡單 應該這個圖看得懂吧 小畫家 你就用小畫家就可以了 那小畫家你產生一個什麼呢 產生一個圖 這個圖 他大小就是大概 30 10 乘60 好那顏色你看要到什麼顏色 如果到紅色的話 那你就 這個地方存檔的時候 名稱把它存成RAID 然後副檔名的話 建議是用PNG 再來怎麼樣呢 把它拖拉到Drobo資料夾 如果你本身沒有Drobo資料夾的話 你就建一個資料夾 再來的話 設定什麼呢 在Set Select裡面的話 把這個圖給載進來 它就會 這邊是Green 你可以用兩個 一個是綠色 一個是紅色 然後它就會把你的背景顏色變更了 OK 那第三個是 如果你的 預設值 如果假設說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停留在50筆的話 那你可以用50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只有4筆 其實效果是做不出來 除非你做一堆一串的 好 那這邊的話 各位可以利用什麼呢 其實我這邊在雲端上面有放一個 就是網路上面找到的 之前也給同學練習的是 叫什麼 叫做 全民音檢 全民音檢的 在這邊 全民音檢的 好 這個全民音檢的話 就網路上找的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全民音檢呢 這邊item item開頭 item結束 就可以把這個 把它直接 這個是 全網路上抓的嘛 然後我再用那個 Word 加上前面的item 跟後面的item 變成一個項目 那你可以把這一段 複製貼上到哪裡呢 貼上到那個你的那個 Srim陣列裡面 那將來可以把資料撈過來 這裡面應該大概有 單字應該有個 1000個吧 我忘記多了 你可以用這個來做練習 然後就可以完成剛剛的部分 請各位試試看 Listurview 1的部分 有兩種方法 那第二個是 請各位在另存一個 版本 叫Listurview 2 然後呢 試試看背景顏色變更 還有就是這兩個屬性部分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到 好